要等啊 哪有不等就枪开的 我是有点佩服他们的 在越关键的时候 要越准备充分一点 对 又沉着 这个不等是真的神奇 感觉应送 大木很开心 搬换了一排 还有希望 咋又回来了 大木这边又回来了 原来他们是轮换制 并不是谁赢了谁上的 但是下盘小油人的一个发挥 发挥挺好的 已经足以让他当 我觉得那个锐应该蛮尴尬的 大木你前面太坦克是0-3 为什么突然间把我这个MVP余人换掉 有助攻吗 好像没助攻 你不能怪大木 也要怪教练组好吧 教练组是怎么回事 那大木玩开锐型上单 可能玩的没有那个是厉害吧 毕竟自己的风格是那样的嘛 大木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S4的时候 我们打SKT 他那个武器大师 贼恐怖 那是S3决赛就是武器大师 S4全民兴兽打我们的时候 对 他武器就是S3决赛开始起来的 他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看到 甲克斯打路人的话 一直就是 挺厉害的 胜率很高 路人里其实还可以的 不是有个专门玩武器上分的那个人吗 也是叫什么 虎神 虎神啊 虎牙的 每个赛区 不 每个服务器都有这种 都有这种 就玩一个甲克斯 其实这一击 一个箭机 这一击也是细节操作 你练熟了之后就一套能秒对面 其实玩多了 大家平时经常会碰到那种 比如说 就是开TCP都能看到吗 一个英雄打了几千场 但是他厉不厉害就不一定了 一个英雄打几千场 这种人真的 我很服 但是我最服的是我昨天查了一个 昨天我打排位的时候 查了一个只玩奶妈 上赛季打了5000场 这赛季打了1000多场 只玩奶妈这种无聊的英雄 我打得快上万场 我是真服了 就关键是奶妈这种英雄 你可能打100把和打1000把 对他的领悟力是差不多的 就不会有什么质的飞跃 他不会说突然之间变得 我能杀你什么这种东西 他不像玩carry级上单 你见机玩个5000把 没有那么有意思 这个辅助 你可能垂时那种 大家比较喜欢玩的 可能玩的场次多一点 你比如说对他的技能的长短 CT时间计算的好一些操作 但是奶妈真的是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100盘跟1000盘 可能有个质变 但1000盘跟5000盘 没什么质变 你打1000盘的时候 正常来讲 这东西你该会的也都会 60分到90分 这个可能提升的比较简单 但是90分到100分就会很难 但是奶妈这种英雄没有100分 奶妈这个操作或领悟力 90分就已经撑死了 已经撑死了 剩下10分靠队友 剩下10分靠队友 这场不知道 大木会不会拿个武器出来 他们还没进游戏 还在外面的见面 是的 不过你仔细回去看一下 他可能有一些奶妈 打的是中单 打的是上单什么的 以前还会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比尔森 上单盘他狐狸其实发挥也没毛病 他出装虽然比较有自己的见解 但是他打团的一个魅惑什么的 都该中的都中了 他中期那段时间没做什么事 这个挺关键的 和中野的思路就没跟上 因为个人觉得 如果他选一个狐狸打出来这种效果 不如选个发条 我认为这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是 芒僧的回旋踢和维图斯的阿杰登 永远接不上 他们接上两波对面早没了 芒僧有几波是不该开团的时候 他去开团 有点着急 但是他那个回旋踢踢 维图斯大招配合的有点 芒僧前面的战绩倒是挺好的 是4-1我记得 就是你说他没节奏的时候 看到他 但是确实他拿了4-1之后 什么事都没干 一般你优势的时候是要找对面打 但是这盘TSM是感觉有点逼着打 这就很奇怪了 包括他们在前期拿了两条龙之后 还拿了一个远古龙 看一下这边是来到了第四局 马上进行的第四环节 感觉这盘预示着要有人夺冠了吗 蓝宝石蓝水晶 这个奖杯还是很独特的 做的挺好看的 开始了 TSM蓝色方 C9红色方 妖姬 你说如果这奖杯上宝石是真的该度好 抠掉卖了 这么大块天然蓝宝石 应该值不少钱吧 也可能是金刚钻 TSM这次是把鱼人搬的 你没看清楚对面换了人好吗兄弟 换了大幕了 是他们自搬的 对啊 我就是说 自搬的 上次对面一臂上次对面瑞丸的鱼人啊 这次上的是大幕鱼人 你放了我们算了 对但是他们自己把凯南扒了 看看这边打野 没班 放男枪了 拿不拿男枪 可以一抢男枪 别再一抢露露了 真的没有那么大的问题的 先拿男枪吧 不过上把露露露 确实发挥很好 上把露露兑现的时候 他自己找了很多的机会 又是一抢露露 有那么喜欢露露吗 一样的开局 露露在其他下去 现在地位没有那么高 顶多算是个辅助里面 比较火的 就没有说 原色方一选 最火都不一定弹得上 对 他跟扇子妈 再比如说是 纳美 对纳美 值得抢 这个版本值得抢的辅助 马尔扎哈算一个 马尔扎哈 他们不玩马尔扎哈 后面算露露 露露什么的 杰拉什么的 其实都差不多了 男枪加 男枪加爱惜 我是不是看了上一局的 怎么一样 好像拿的是跟第二局一样 对第二局 第二局对 韩冰胜率还行啊 还行 2.2 不高不低 爱惜现在真的是 AD里面选的人最多的 主要这个英雄 对线能力太强 他这个英雄 对线能力和批成是媲美的 但是六期之后 批成还不能带节奏 还没法 但是爱惜打到大后期的话 输出确实 不是特别高 他输出太看 打前排的能力 看输出环境吧 他输出环境好的话 其实 他的那个Q技能的 QQQ 其实 其实输出还不错的 这边TSM第二首的话 又要翠神吗 王苏和颜旋 再来一次翠神 这两手超级保护 终极大水了吗 兄弟 这个大水加露露加翠神 这个铁三角 真的铁三角 无敌呢 大嘴选不选呢 其实选皮城也可以啊 皮城也行 皮城对吧 你要前面怕被压的话 你选个皮城 你现在不选的话 发条魔灵 C9真的是中级四宝一了 中级四宝一 中级四宝一亮出来了 那C9这边要半你皮城和大嘴了 没毛病了 对 对 7.6有加尼奥的吧 7.6 有没有加尼奥 有吧 好像有吧 等一下 今天我们好像没见过加尼奥 没有 没有见过加尼奥 关键是 欧美这边也没有人玩加尼奥 但讲道理 这个阵容拿加尼奥 该AD拿大嘴 挺舒服的 终极四宝一 加尼奥的大招 可以为那个目标减伤 就是加尼奥大谁 那个目标减 但是减30%左右的伤 很多的 加尼奥 其实是 对 加尼奥现在在LPL几次的出场里面 虽然说上中辅助都打过 但是出场最多的是中路 其次是辅助 然后最后才是上单 上单好像就拿过一两次 但是辅助的话 收益不是那么高 辅助线上被野 对 线上太坦了 这手提伤被扳了 看一下下一球 扳不扳大嘴吧 嗯 其中大嘴这两手没有毛病啊 TSM这个 终极四宝一 终极四宝一 上路拿太坦也可以 其实扳个上单也可以 他们现在上单如果 上路太坦九筒都可以 其实这个阵容你还真扳不干净 双路真的随便了 其实TSM他们上单缺一个前期能带节奏的 这个时候放给他们一个恶语 你把对面扇子妈扳的很关键 这时候扳扇子妈队的肯定拿大嘴 对 把扇子妈纳美扳掉 或者什么锤石也扳的可以 锤石也可以扳 有点怕锤石 大嘴扳了 大嘴扳了 那无所谓 其实扳不完 我还有金克斯 金克斯 小炮 老鼠 金克斯吧 都可以 金克斯吧 我还蛮喜欢金克斯 那没 就防你线上辅助压我 怎么办 但是有一个辛达拉这种定点爆发 就看辛达拉能不能碰到他 我盾多 三个盾 你打不怕爆发 三个盾 三连盾 套在头上两条命都有 用九筒强开是最好的办法 这手九筒拿对了 一闪强开是破这种阵容 最理解了 TSM太坦吗 太坦没办 你在搞笑吧 啥卢仙 四保一保卢仙是什么情况 假的吧 假的吧 金克斯 其实选卢仙的话 这盘他对线没压力是真的 但是 不是 但是后期有压力 好大压力 天哪 这个阵容无敌肉 但是 但是问题是AD这个点上 为什么是个卢仙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第二盘的时候 也 规格也证明了 他卢仙操作是非常的细腻的 但是这一盘如果拼到后期的话 C9这个阵容 很显然 要比天咱们稍微好点到 巴德吗 也是辅助办得的 我觉得 女坦 女坦 就巴德了 女坦前期 九筒辅助 玩蛇 这又是 九筒辅助线上打不过太坦 何止啊 前期会被鹿鹿点傻 感觉 不是线上打不过鹿鹿 对 打不过鹿鹿 不是太坦 鹿鹿 九筒辅助 职业赛场上 职业赛辅助 我姐说的还没有见过 也不是真的 不过九筒配合寒冰的话 应该打鹿鹿和鹿仙没什么压力 因为寒冰他这个对线能力是高出鹿仙很大一些的 而且到六级之后这个月塔能力比较强 下路的 我感觉九筒这边大点燃啊 你这带虚弱的话 感觉配合寒冰前期没有击杀能力 发条带了个光盾 这边打辛德拉 硬吃辛德拉的伤害 是 哇 这一局开始玩蛇了 这边选到了一手辅助的九筒上单肾 咱们C9这个出息不易的辅助选择 然后C9选了一手四宝如肩 两边的教练都 牛 或是泰坦圣 打野的话 翠神 以及南枪 中了两个球女 看谁的球玩得比较厉害 下路如仙鹿鹿以及爱惜加九筒 TSM对战C9的第四局 前面的话是2比1 这我们第一次见九筒辅助吧 我第一次见真的 平少见的 教练之前见过吗 基本上没见过 怎么说呢 九筒改版之后没见过 改版之前有 就比赛里面 就是改版之前 他那个什么呢 就是 之前是把那个什么东西没改啊 好像是以前那个Q的伤害没改 后来好像是把Q的伤害削了一波才 总感觉九筒的大招和寒冰的大招有点 对 还有一就是大招 对 以前一闪大招好连一点的时候 其实打辅助也不是真的不行吗 但是赛场上没见过 赛场上是没怎么见过 我自己打的时候倒是有见过 但是基本上都是被打到炸炸的那种 不厉害 这东西对线是废物 对线是废物 如果团队劣势的话 九筒也不敢移上去 他有个肾保 他是可以移上去 但是 你保个九筒还是算了 就是先给九筒套大 然后九筒一闪开 就配合的时间点要夹好 这一套配合的话 到六级的时候 那一波月塔会比较厉害 时间也夹好的话 是还可以 这边听歌跳舞 其实我文社的时候也会弄一下 这个元气话这个皮肤跳舞是挺好玩的 这在旁边再放个琴女 能把对面烦死 DJ也是他 或者放个纳美在那回城 那个河水之灵回城的时候也会唱 对 其实现在看游戏最烦的就是对面有个露露 那露露动不动原地怪笑点 时候就劈死了 对 不是 最烦的现在是老牛 那个 有人觉得那个 当当当当 敲碗的那个 牛头加露露 真的烦人 牛头加露露 再有个寒冰 下路开心舞会 音音一发 这一局TSM真的要稳健一点了 快点上心 一般就是如果标我打打四局的话 一般第五局赢的都是让二追三的那边 现在的话露露 就是一开始露露上场的时候大部分的辅助会选择一级学Q 但是现在大部分一级开始学盾了 对 对 你一级学Q上去换血 其实不如套盾之后 AD上去平衍两下 实在一点 好 打掉一瓶血 说起来三皇 卢仙那个被动触发露露是触发几次被动 触发露露那个皮克斯是皮克斯A几下 一下还是两下 这我还没注意 如果卢仙一次被动皮克斯A两下 那是不是有点变态 有可能吧 因为卢仙的那个被动的话 他叠热成是叠两层 知道吧 是算普攻的 一会我们观察观察 他如果卢仙一次被动皮克斯A两下了 那皮克斯伤害还可以的 前期也加个十几年伤害的 皮克斯的改革应该也说 也是露露为什么现在这么火的原因之一吗 第一条 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这样的话感觉太变态了 对面加走起来了 这样太霸格了 这样太霸格了 热忱是可以贝露蝶的 这个菜感觉要被对面直接强摘啊 哎 直接放虚肉啊 但是打不过啊 还行 没换亏啊 这里换的是OK的 可是这个虚肉挂上了之后 天然三末 还有一手 哎收菜 好了能不能收到呢 什么呀 哎呀磨叽了半天 还是被对面给打了呀 不过这个翠神没什么战斗力啊 能不能拖延到队友过来看一下啊 爆炸果实还是闪了 不是让翠神打了吗 是翠神打了 他可以直接接这个菜 他菜已经结好了 蓝强打得不够快 他菜长好了对面就没办法 过来点一下就点掉了 是的 有三被压了一点点补刀 不过还好 这波兵如果补刀的话 差不多的 差了五刀 这九斗前面还是挺舒服的 九斗前两斤说是一到了ADC嘛 嗯 感觉LCS这边的辅助 很多就花次花英勋都敢拿的呀 对啊奶妈什么都是他们拿的 青刚营辅助也是他们开发的 青刚营也是他们拿的 包括之前那个上一次MSI的时候 阿破莫的琴女 看看这边翠神 其实这场发挥的还是可以啊 嗯 所以这个碎水是有点老的 这次不想再给对面机会了 九筒撞回来什么意思 你真的拼得过吗兄弟 有点看不起我规格 啊 不过TSM下路的药都已经吃光了 对面也吃光 对面那个寒冰也没有 九筒还剩一个 真的要打 但是寒冰的是常见啊 对 常见没有吸取 反正都差不多下路 哎 这个过来现在能阴一下蓝枪呢 蓝枪没往这走 阴没意义啊 现在新搭之间比一块的 也是没推中还好 嗯 推中的话有点危险要交闪了 有可能要逼个 要交个护盾 这是过来骚扰啊 这波其实这个血线有点低啊 哎过来哎 这个杰森 杰森这边是被打出一个闪现出来 但是这里也要交闪了 嗯 大家闪现都交 是的 这一波两边有进无险吧 其实爱风这波不该调皮的感觉 感觉有点胆子有点大 对 哎 可以点两下斯 你可以吗 再点一下 卫一上来直接追点 好像打不过啊 QG能给中了 再差一差 死了 有没有最后下平A Sneak这个闪现非常的急身 反而是被对面九筒一传载掉 而且这边解数再留一下 露露要死了 露露没有双招了呀 没双招了呀 还没见达不得差一点 没CD了没CD 还好还好 哇 刚才Sneak这个闪现躲对面最后下平A 躲得很很精彩啊 就差最后那一下 对躲得 拿捏得非常准确 非常可惜的龟哥哎 没杀掉 不过龟哥刚就算是拿了一血的话 他也会被九筒打死 对 九筒是至少杀人了嘛 结果没杀人 自己还送了一身两回海上了 这个地方一开始看着就打得有一点点勉强 其实 这不龟哥如果不点那两下九筒的话 韩米可能会更容易洗一点 闪一下正好进草丛 是的 可惜可惜 刚才九筒还一闪嘛 原地一闪 原地一闪 其实那个一稳重的 龟哥都没技能了 是的 就是他急 他就很急 他在有点紧张了 闪的距离近到我们都没有发现 他那个一闪的动作快的跟直接一了一下没什么区别 大家可能是实在闪在意的 原地下闪在意这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反正看不清楚实在太快了 有点逗有点逗 操作没那么熟练吗 毕竟九筒辅助还是 甚至平时不可能练这种奇葩英雄 九筒这个英雄真的好简单啊 就打你拿上单打九筒的话 感觉打一两把就会了 对啊 就出三多蓝疯狂无脑推线 但打得好打出几何筒就难了 几何筒这个要练个百八十盘了 就感觉他 百八十盘都不一定练的 我是正常的操作应该跟奶妈一样简单 对对对 真的很简单操作 就一波 一过去的话 就一个耳 没别的 一闪也很简单 嗯 对 九筒的一闪操作特别简单 特别特别简单 很低因为九筒本身体积他 他不像剩的一闪容易空 他这个是很难很难 而且他九筒的一技能 他持续时间很长 其实他的判定范围也比较大 持续时间比较长 不像剩 剩的一个比较比较细嘛 对比较细也比较短 剩的那个只要 就是只要在你身位旁边都不行 嗯 必须得这样就是正面才可以 就是剩这种一闪的话要多练一下 嗯 打一下对面的蓝 但没惩戒 等一下吧 等一下等惩戒好了 还能把这蓝拿了 给发条一个蓝buff 下落这边的话 路线送了一些之后 这个补到也被压了一些 因为撑掉了 好 直接吸回来 这个是倍儿舒服 C9这个 组合到了六级之后 配合打也很厉害 嗯 打也上单 上单现在也有大招 线上三路空 还有个圣 南枪就喜欢这种三路都有空的组合 这盘C9前面又打得很好啊 这个C9真的越战越勇了 我感觉没活路的呀 这没法上 上来直接一剑死了 上不去 现在只能放线 上去对面还明就是一剑 直接纠动大招 哇 比尔森这边稍微有点危险 反手拉的 拉的很不错 拉的很不错 但是这个嘲讽距离贼远 很致命啊 没办法 这一波比尔森交了双招 还是死了 非常的伤 其实他最后的光盾是可以不交了 因为被圣一闪到肯定是要死的 嗯 这开 哎 没Q中 被回程了 小橘这边也是捐了50块钱给对面 这两波节奏 这个 这个小龙的话 TSM也不敢动了 还是一条火龙 看下回放 这波打的不错 先Q一推掉 然后W减速 来在那边跟伤害 操作的话都非常的极限 啊 这不是一闪 这是闪翼啊 嗯 闪翼的话更伪务嘛 闪翼比较容易重嘛 一闪万一空了就 万一空了就 就丑了 关键时候 TSM这个下路在烈士的情况下就不好不好找机会了 对 结果这盘又被C就打个优势 我怎么感觉真的要看到让二追三类 好可怕 很有可能啊 好可怕 这盘看起来对面优势还挺大的呢 对面这个阵容其实也没什么弱点 C9这个阵容顺起来 滚雪球能力很强 有肾的加持 然后新德拉加南枪疯狂搞事 对 下路两个找机会的 滚雪球能力很强的 而且这个阵容对面是可以给你打分带的 这阵容圣带线的话 泰坦没有传送的情况下搞不定 主要是TESM这边的命门被C9给捏住了 韦斯宝1的一个阵容 路西安这边的发育那么差 对吧 路西安这把确实 有点扛不起大量了 被压了20刀 现在要稳一点 20刀的话 其实对于他来说还可以接受吧 就不能再拉开了 25刀吧好像是 被补了这波 TESM这个阵容 前期不能再搞不了事情啊 发条加爱翁 我想不到 比他们还弱势的中野组合了 确实 这两个没伤害的 而且全都是AP伤害 发条前期也确实伤害挺低的 而且也走不动 主要是发条走不动 艾翁也自己走过去也没什么用 去边路的话 这一盘TSM中上也全是AP 那这样的话 impact稍微出点魔抗 没有人能抓得死他了 在这一起蹲着 是的 但比尔森会不会来呢 比尔森这边闪现ACD的呀 看他想不想尝试去做下演 应该不会轻易往这走吧 他手里是没演的 而且下楼现在整片野区 以及上部分 基本上都是C9这边的演 发条和爱翁这种中野组合 就怕边路出事 边路一出事的话 他们没法去支援 勾也没勾到 但是这个线 吃到了 感觉Honda的状态也是一盘不如一盘 前两盘打得很好 毕竟 毕竟他每一局都要对不同的对手 对面疲劳战 类似你Honda 是的 TSM下路的话也没法承受住压力 赶紧提早换线解脱一下 但是这个医学塔 是真的是拱手相让了 那经济拉的有点开了 拆了这座塔之后 三千块 是的 C9是完全统治了下半区 继续拆你二塔 二塔的话 不容手啊 哎 太阳是不是上来了 这个二塔 不是 那这个塔点不掉了呀 上来的话 大招拉一下 轻个兵而已 来 Jason这边有伏击斗篷的 硬扛着发条的伤害 往前冲 空给大了 大招伤害差最后一下 但是找不中了 同样的死法 又是同样的人 真的要让二追三吗 这第二盘 这已经感觉要再赢一盘了 这盘 下三目的双C1的 崩盘的意思啊 嗯 是的 线上被乱杀 小橘召唤出来 过来骚扰骚扰对面 也没什么用 反而在被对面包着打 这波怎么说 Smoose上来扛两下 被他能打两下 没关系 这边四个人夹着对面的位置还不错 对面技能直接交 很草率的就交了 现在是一波猪蜥的节奏 诺能炸走了 炸回来一个炸的不是很好 对面又交了一个闪现 继续往前追 看这个减速 减速砸到两个人 白尔夫是怎么能不能走掉 又一个结束 蓝枪大招崩掉 漂亮 漂亮 4比0 剩一个嘲讽 嘲不到了 回去打峡谷歇风吗 不打 哇 C9这个阵容 真的抓机魂盾太强了 顺起来真的动不了 好像后面的版本 肾会削弱 就肾的话 如果提前给满血的队友的大招的话 盾会减少很多 就队友说血不能买 对 就是不能让他先手那么厉害 反手的话加血会加的 这个有血量限制 还是说只要血不买就行 先看一下 这波 龟哥被吃了太多的控制了 反而自己的队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不不该打的呀 发条刚复活 确实不该练战 这波 这波不光死了个鹿鹿 其他的人 你看这些闪现全没了 C9这边闪现 中野 中野 AD都有闪的 TSM这波 除了发条刚复活 其他人闪现刚用 嗯 那接下来几分钟的话 C9又能找 又能很好找机会了 后面剩削弱 那个大招的话 就是你的队友死血的时候 剩再给个打 会加很多的一个 就是护盾值 但是买血 你想打 先手配合 根据银友血量值来判断你的盾的 一个数值 对 那 那也是后几个版本的事情 就是削弱一下他那个 呃就是配合队友先手的功能 呃就是配合队友先手的功能 配合队友先手 就队友满血先手的时候 护盾加不了多少 第二条风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这条风龙的话 TSM也只能让掉 他这条风龙马上在这条风龙马上就下了 要刷新了 辅助 这条风龙马上就下了 没时间了 费用 特别的 就是 跳舞 特别的 叫什么 他 这 很 蜜蜜蜜蜜蜜 就 好 硬伤了一下 但是伤害有点不够 肾还挺肉的 比尔森也来了 硬推这个上奥塔 小菊扛两下 扛不住了 拉回来再拖一拖 靠小兵 这不再不走 要出大事了呀 龟哥这边先被朝粉条留一下 酒桶的话也赶过来了 还不撤 赶紧撤赶紧撤 刚才的话 辛达拉想上来支援的时候 好像是被人拦截了 他聊在后面 对 有家这个装备 现在打人不疼啊 跟那局斯内可以的一样啊 主要不是很顺啊 他现在 下条龙是火龙啊 而且那这这盘龙刷得让c9很舒服 嗯 爱萌这边救赎是已经做好了 而且出了个戒指 24分 像两边的经济 其实3000块倒是没拉开 嗯 天三分之边一直在找机会 互换经济打很 打得很聪明 嗯 就我这个面打不过你人 但是我逼着和你换塔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 推一下一个节奏 而且不亏经济 换塔的过程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总是得三四个人一起推 好像在线上有点 冰线上有点吃亏 冰线的话 总有一个人去不到几波冰 对 上路坦 爱西在这边单人带 哎 直接拉一下 哦 哎呦 比尔森这下往前走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是想吃救赎啊 展现一勾 杰森这边这个机跑 哎 骚起来了 呵呵 这一波的话 他这个 鬼叔的话 他减伤的这个效果也体现出来了 刚才救赎基本没加速到血 哇 哇 哇 绝尔森这一把被无情针对了 死了三次了已经 嗯 千 第一波干可太伤了呀 交了双招还死了 嗯 现在就体会到 如果说ADC不是卢西安 你后期还有盼头了 对 现在的话 TSM盼头还是 没多少的 看下回放 比尔森吃了一道 全家桶 刚才给我一种错觉 那个救赎是给发到减血的 哦 没 其实我看着也是没加 没加多少 对 觉得血量很低 是的 但是对面没有救赎现在 对 对 我看着也是没加多少 这鬼叔的减治疗效果真的很明显 嗯 嗯 Sneaker这边在侧面的话 手里有寒冰箭的 还想找机会射一下 现在TSM正面 还没开张过 还是零个人头 对 正面的话只能被动防守啊 TSM现在 他阵容也找不到什么 他这个阵容只能暴团 不暴团 不暴团的话 没人打不起来 就只能依靠泰坦党 泰坦不来正面的话 其他人没法先手 对 来了 包过来了 谁见 好 这额 我看 你 看 你 你看 你 我看 你 你 我看 你 你 前面那下大招的话 能大到 能大到双塞啊主要是 关键是他这个时间点 大到了也没有伤害太低了 不过这波撤的还是蛮果断的 这波的话 打了半天都没有死人 其他SIM这边 处理的还不错 刚才那个 剩闪现嘲讽 没中还是挺伤的 看下这波 SNEK这个 包括九筒后面接的都很不错 先把 比亚森这边的双招逼了出来 还有露了大招 差一点点啊 刚才贵哥给了比亚森一个一口治疗 要不刚才差点被辛德拉的打惯死 看就这个地方 就这里 其实刚才那个大招 直接拉大招 那波三个是一场的SNEK秒了吧 这里拉就没意思了 就差一个声位 刚才如果嘲讽到比亚森的话 就战局完全不一样了 下条火龙还有20秒 双方的召唤人技能都没有 都没有差太多 发条这波没有闪的呀 天神这边发条要小心点 直接定一步 决盾 嗯 这大招很随意啊 九层记住把把大招扔了 这个大招有点喝醉的意思 所以你这里差点被射中 有机场先躲开 但是 辅助被打成三血 是的 那这个火龙的话C9又能打到了 收回来一个impact impact他不会死 这个火龙C9应该是在逼得了吧 赶紧打掉 两条火龙和一条火龙真是一个质变了 一条火龙感觉无所谓 两条火龙就能感受得到了 两条火龙对于团队的加持还是比较大的 嗯 这个时候发条是出了一个小面具 下条龙又是火龙啊 哎呦 对于tsm太不友好了 那又是他把我摔到的 他把大招拉一下拉反了 反正被被点死了 W啊 受掉了 真的看到了让二追三的信号 是的 前两排赢得这么轻松 完全没有想到 今天居然要打满五盘吗 我很少见比尔森被崩啊 看到他很多场比赛 没见他崩过 他这把确实崩了 不过他在死四次的情况下 补刀还是补刀了百刀 已经还可以了 打西刀拉确实不好打 他前两波的 前两波的时候被干渴的太伤了 发条这种英雄确实不能在野区 就是他第一波的时候 在自己F6那里野区那里被抓到了 对吧 就发条这种英雄真的不能乱走 一乱走的话太容易出事 第一次死之后 就预示着这盘 他真的打不了 就看能不能拖到 发条装备无敌 这场奥巴马是没指望的 就看发条装备 他装备无敌的话可以打 四宝一保了手 阿巴马也是想不到的 之前QG四宝一保了手近 我也是服了 对对对 让我想到了那一盘 保一些怪东西 对都是一些怪东西 他那局是赢了 两边在中间继续互相纠缠 对不过C9这边一直入侵 TSM这个野区资源 这个经济慢慢就拉开了 C9不吉利 反正我这边有寒冰大 对 慢慢给你摸脚 摸到一个死一个 他在这边怎么硬装 直接打大龙啊 哎 这边TSM没有视野 但是一个蓝色区品看到了 打的龙打的还是很快的 有没有这一波过来翻身的机会呢 就看这里了 过不来了 过不来了 大龙已经被逞了 发条大招只拉了一个人 感觉这一波如果打不好的话 就直接TG 嗯 刚才闪现留人啊 打下斯里克斯里克 先交一个闪现 哎 九桶反手击了一下 九桶已经死了 不过这里TSM吹头的阵型好不好 我看看 一定可以交了这条树 野区盛操作 这一波的话刚才九桶也是舍己被人吧 他那里一个肚皮顶了TSM那一下子 感觉TSM上不去了 要上去的话 感觉C9还能再死个C 哦 这个Q1 动态要拆掉了 这个时候 不敢点了 再点要被这边A死人了 贵哥这边被 哇很痛 被A残了呀 C9这边可以继续往前追 新泽拉推一下 推到了比尔森 W直接砸死 然后放在那边 交了闪现 感觉应该走得掉 下一个Q打 应该能晕死 闪现W 再接南枪一发打招 又一个招 哎呦 打了一点点可惜 杰森这边打嗨了呀 杀一个辅助也是要闪现留人的 这波打完这个中二他只能让掉了 是啊 高地的话也可以上一下 这个高地应该天四 要不要让一路 可以 一定要上啊这个 对方只有三个人不上不行了 没了拆掉了 水晶也要爆破 26分钟 拆掉了中路的一颗水晶 现在C9的一个气势如虹 经济已经拖到了快一万了 经济快一万 而且两条火龙 两条火龙下条还是火龙 马上三条 TSM这盘真的没什么翻盘点 TSM这盘 规格选个什么金克斯 选个老鼠这种的还能翻一翻 但路线能提供点后期输出 这个他现在这个打头那时候输出太乏力了 路线控制挺多 就像那种拍三一样 嗯 如果没有就团队没有优势的 或者自己优势不大的话 真的不好发挥 而且这一局南枪特别肥 嗯 南枪这个时间点伤害也非常高 他大招收了好多个人头 C9也是推下路这个兵线 现在等待第三条火龙的一个刷新 现在C9的两龙C的装备 包括南枪都已经三件神装了 这个装备的差距都体散在C位身上 这让TSM更不好受了 这条火龙如果想抢的话 TSM这盘应该是很快会被结束游戏 这个火龙真的真的抢不了 只能眼看着让掉 让掉也难受 不让的话也不行 带着大龙Buff啊 这个时候想怎么推怎么推啊 看起来 看起来 有些注重就是单带的 游戏的话他不会出事 也就到了后期可以顶着 对顶着塔上去 对 不是太坦 那句话怎么说 留给TSM的时间不多 这边先找了一个机会 先把下一塔也推掉 逼一下高级反手再打那个火龙 还不准备打火龙吗 在我印象里就是有一方拿到三天火龙之后 另一方感觉基本没什么反反的可能 伤害确实差的有点太低 而且拿到三张土龙 24%的攻击力和发强那个加持真的 嗯 四分之一啊 对四分之一 总体下来就多了一个人 就六打五 嗯 现在已经经济一万块 嗯 然后 看到这个给他们加的经济 对四千三 南车智利额外加了四千多块钱的一个经济 嗯 现在已经领先了整整一万块钱 现在这一万经济的话 对于C9来说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信号 我正面只要开到你就死 嗯 而对面发条这个装备 大面具的出装嘛 爆发力上有所欠去 我觉得LCS他们这个心态真的很好啊 就很多赛区输了两盘之后 大部分就是第三盘很容易心态爆炸 那C9这边的话 包括给我的印象 在前就 S6S5S4之前的时候 我觉得关键的时候他们 前面总是陷入烈士的情况下 后面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及时把心态调整回来 就感觉他们的 压力不是很大 对 我们这边就韩国啊 中国啊 战队给自己本身的压力太大了 很容易就是一烈士的时候就更着急 飞过来 要应流吗 感觉这是给自己一个GG的理由 出发力的 现在造成的 床 有点有点 有点击 射手 有点击 大招 攻击 可以 但是伤害不够啊 方位差太多了 这一波的话 找到了杰森的一个机会 找的非常的漂亮 但是 刷的差太多了 那边传过去一波基地吗 好像可以 30秒钟好像够 小P都给推了30球 这样的话 恭喜C9 现在搬回两城 兄弟们倒是中间直接过来开机 带着一个超级兵过来了 让二一追二 让二追三 还会远吗 果然的教练带了一口 真的能打五场 我已经要死了 下次预测之前要全让教练把嘴封上 很傻 恭喜C9 现在是二比二打平 已经把这比赛拖到了第五局 这一盘的话 终于在配合上单的大幕的一个肾 把别二三抓得有点摸不到头脑 其实也确实是在现场发挥了辛德拉这个英雄的特性 就是打的八条前期一直是属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 是的 而且这边 因为在拿到烈士的中野的情况下 其他的路 就包括前期能够打强势的下路组合 卢西安也没有打出来 所以说 两支战队都独爱卢西安 其实卢西安 打排位很不错 打比赛的话又是另一回事了 打比赛的话太被动了这个英雄 他第一不能自己找机会 第二他自己不好打出优势了 就太看讨队了还是 所以嘛 就几条路都偏软 包括上路其实也挺软的 然后这几条路 就一陷阱被动的情况下 导致整场就一直是一边倒的情况 上下路软的话 其实中野可以弥补 但是中野比上下路还软 中野更软 一个发调加上一个艾翁 实在想不到比这个还弱的中野了 就是五个软柿子在召唤师峡谷 然后对面是各种什么尖兵利器 打到他们真的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这一场看的其实也挺憋屈的 主要是TSM自己在蓝色方 选了一手这样的阵容出来吧 就是C9也是毫无一点活路都不给 直接就一波带走了 那包括最后的时候也是在上路那边 其实打团已经处理的很好了 但是经济差太大了 这种时候没有办法 还有三条火龙啊 不光是经济差 没办法就硬开嘛 赛坛上去赌一波 能不能开成功 开成功 不开的话反正也是慢慢死 不开也是慢慢死 无所谓